妻子无缘无故挨了丈夫一巴掌 怎料还没还击丈夫又提出了离婚 你要再继续这么闹 咱俩就离婚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如此遭老公讨厌的女人 只要你给她的朋友圈点个赞 她就会把这群人当成好闺蜜 一有时间顾小南就会邀请她们一起喝下午茶 逢年过节还会送上特别的礼物 谁知好闺蜜却把她当成了大冤种 三人还另外见了一个群吐槽她爱心 但为了多吃几顿1388的下午茶 她们直夸顾小南美的361度无死角 得知她的新款包包是老公买的 三人又是一通鳄鱼凤城 三人的彩虹屁红的顾小南心花怒放 不料这时她的肚子隐隐作痛 于是便借故去了卫生间 想起丈夫每天为了生孩子忙个不停 顾小南决定去医院做检查 可检查结果却让她大失所望 她的这些症状是日积月累造成的 为了尽快要孩子医生建议她做手术 但顾小南由于怕疼始终不肯 医生只好先给她开了消炎药 可是一个月后双侧疏卵管还是不同 并且散端有年连 光靠吃药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如果想要孩子一定要进行手术 顾小南决定回去再好好想想 没想到回到家里却发现 丈夫董博宇在收拾衣服 通过打听才得知她要去深圳出差一个星期 但是她却收拾了一个月的衣服 于是顾小南发信息和医生预约了手术 等董博宇走后她赶忙给闺蜜打电话 并让她陪自己去做手术 闺蜜得知情况还保证完成任务 对于顾小南提出的保密事件 她更是发誓绝不告诉任何人 结果她当挂断电话就准备把消息发到三人群 不料的是她竟错发到了四人群 顾小南看到后顿感交友不慎 一气之下决定把他们三个全都拉黑 看到这里请问大家有这样的闺蜜群吗 顾小南没办法只好去找平时不联系的廖莎 廖莎当给组理定下销售计划 她就来到医院帮顾小南办理了相关手续 可准备手术的时候她还是有些害怕 硬是留下廖莎不让她走 廖莎没办法只好给她请了个护工 廖莎直言专业的人照顾她比较好 而且自己一有时间就会来看她 出院的时候还保证过来接她回家 就连住院的钱都是廖莎帮她垫付的 顾小南感叹廖莎真的是对她好 不像那三个白眼狼特别虚伪 自己每条朋友圈他们都点赞评论 但背后不但说坏话还盼着她倒霉 而廖莎从不点赞关键时刻最拿的出手 廖莎认为这些不都是别人的问题 最有问题的就是顾小南本人 可是顾小南却说他们在一起 都是自己掏钱请客吃饭 逢年过节还会送上特别的小惊喜 但最后却遇到了一群未不熟的白眼狼 廖莎听出了她的意思 便直言直语的说她就是上感的臭显白 其实她就是想证明自己嫁了个好老公 廖莎认为她对待人的方式 不是单纯为了分享生活 她也有显白和炫耀的成分在里面 至于几个闺蜜假母假式的给她点赞 其实已经够给她面子了 妻子瞒着丈夫做了不孕不育手术 谁知在外出差的丈夫突然打来视频电话 小南怕穿帮赶忙挂断 可这事董博宇依旧不依不饶 直到打来电话她才敢勉强接通 小南只好谎称她在跟闺蜜吃饭不方便视频 董博宇直言自己在香港逛街 她想给小南买的新款包包 并让她打开视频随便挑选 但小南直言让她随便买 随后赶忙找借口挂断了电话 这天小南通过检查医生告诉她可以怀孕了 但现在要做的就是保持卫生防止伤口感染 不料等她回到家里却发现董博宇提前回来了 为了不让她发现检查报告 小南赶忙撒娇卖萌分散注意力问她累不累 董博宇明白意图本想开启造人计划 可小南死死地卡着她的脖子直言自己很想她 随后再把检查报告扔在沙发后面 接着让她去拿买来的新款包包 最后小南总算躲过了一劫 没想到董博宇竟然买了个同款包包 董博宇见状十分尴尬 于是她只好把责任推给了小南 因为买包那天自己给她打视频电话 可小南却说她在跟闺蜜吃饭不肯接 甚至还说自己买的包她都会喜欢 小南被她的理由弄得无话可说 董博宇只好让她把旧包放在网上卖了 这天董博宇为了拿下一个重要客户 他静止来到机场制造了一场偶遇 其实她早就打听到了副总的行程 看着副总躲在门口被雨淋 她就赶忙下车打伞迎接 这一幕对于副总来说就是雪中送她 得知董博宇为她准备了热水 副总直夸她是个心系的男人 齐料送到家里副总直接邀请她上楼喝茶 因为今天是他们单独谈项目的最好时间 董博宇担心她长途奔波劳累 于是便说项目的事情来日方长 今天来接她也纯属私人关系 其实有时候拒绝也能促成合作 董博宇收到了副总的感谢信息 齐料短信被小男队发现了 可当问起董博宇今天工作的时候 哪知他却说今天去打乒乓球了 很显然他的撒谎引起了小男的怀疑 晚上趁着睡觉的时候 他就偷偷用指纹打开了手机 不料董博宇突然醒了过来 还看到小男在偷看他的手机 董博宇自知美理更是心里有鬼 直言俩人不要互相看对方手机 彼此更要尊重对方的隐私 小男却说他现在可以拿自己手机给他看 哪知董博宇直接朝他大吼大叫 并警告小男以后不允许看他的手机 小男不明白手机里的女人到底有何魅力 不料料莎带着水果过来看他恢复的如何 并问他手术的事情董博宇有没有发现 小男直言他的心早就飞到别的女人那去了 说罢就拿出手机给料莎看副总的照片 这看着比董博宇要大好多吧 还能看得上他 小男表示董博宇已经好几天没搭理他 谁知料莎却说他破坏了夫妻相处的基本原则 第一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更不能轻易去怀疑对方 第二则是小男偷看他的手机 在道德上就属于自己理亏 总而言之小男和董博宇的这次交锋肯定是失败的 小男突然想到以前董博宇给一个客户送过面膜 再加上照片里的副总贴着面膜发来的照片 他断定那个女的就是副总 随后就让廖莎问下他老公是不是副总 结果一打电话果真证实了这件事 廖莎问小男他老公董博宇出墙了他现在会怎么办 廖莎提醒他千万别把话说的那么绝对 接着又让他去银行办一张能够透支五万的信用卡 最后再考虑离不离婚就完了 可结果等小男去了银行 每家银行都说只能给他办铺卡 因为他是一名全职太太 名下的车房都是老公的名字 小男不信这个邪连跑了好几家银行 但最后都是一模一样的回答 全职太太只因办不了五万的信用卡 拿出房产证就向丈夫心事问罪 你少跟我那人阴阳怪气啊 少哥你偷看我手机的事我还没跟你计较呢 董博宇觉得他在无理取闹 这件事上他从来没骗过小男 而且还声称自己跟副总清清白白 如果他以后再敢胡搅满产 那么下次就没有这么好的内心 说罢就回房间和他分房睡觉 或许这就是全职太太的悲哀 明明自己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可到头来却还都是自己的错 从此董博宇便和他冷战了起来 可小男为了向他低头认错 他突然在抖音上刷到了一条整股视频 随后被感动的哭了起来 于是他就倒在地上拍一段气球原谅 谁知董博宇回到家里着实被吓到了 不过当看到一旁正在录制的手机 立马就知道他肯定是学网上的整股视频 本不想搭理他 但小男却往前涌动了两下 董博宇见状就故意踩了他的手指 不料小男却疼得啊啊直叫 接着赶忙起身装作十分委屈 小男主动向他服软道歉 并表示自己再也不看他的手机 但董博宇的态度却显得不冷不热 此时的小男感到十分寒心 没办法的他只好去找廖莎寻求帮助 因为要不是廖莎让他去办信用卡 他也不会知道家里的房子是公共的名字 一个连信用卡都办不下来的女人 他现在根本没有资格替离婚 廖莎看他解决了问题 于是就劝他志足常乐 反正他也不用出去工作 更不用为了职场在外遭人白眼 至于小男这位美丽的家庭主妇 当下就应该好好享受生活 小男直言他也想好好过日子 但因为房子的事他和董博宇又吵了一家 即便自己主动服软还是被打热了 小男觉得这件事从根上是他挑起来的 所以还得廖莎帮忙负责道德 可今天的廖莎心情特别不好 他实在管不了小男这些有钱人的烦恼 原来一直是销售经理的廖莎 本以为能在这次楼盘销售中提升为总监 谁知冯总却空降了一位总监叫赵凯 廖莎顿时非常生气 他为公司付出了汉马功劳 可冯总却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如果一个店长想升职为区长 先决条件就是你的店 至少培养出两位新的店长 廖莎的业务能力的确很强 但他没能向上司展示出他改变下属的能力 更没有培养出自己的接班人 反倒赵凯身为一名销售经理 他却在团队里培养了三位经理级别的人才 廖莎心有不甘但还是尊重了冯总的决定 不料次日他就被赵凯降了职 赵凯打算成立一个社区关系部 对外宣称是宣传品牌形象 实际这就是一个莫须有的职务 从此廖莎在工作中不用上班打卡 每天都要四处瞎跑维持社区关系 于是这才对小南说起了气话 小南见状只好自讨没趣地离开了 没有执行朋友的他此时心里很是委屈 次日他只好来到自己曾经上学的舞蹈队 看着小朋友们练基本功顿时想到了当年的自己 这时舞蹈队的王斌叫住了他 原来舞蹈队解散后 王斌就租下了两间房做舞蹈培训 得知小南在家里洗衣做饭没工作 于是就建议他重出江湖 小南倒是很想出去工作 但老公董博宇结婚时就发过誓了 他负责赚钱养家自己负责貌美如花 王斌对这种封建思想很不赞同 更觉得董博宇是金屋藏娇怕别的男人惦记 听着王斌说自己老公很支持自己的理想 小南想起自己更觉得他确实与社会脱节了 想当年自己也是舞蹈队的台柱子 可自从和董博宇结婚后 他才知道自己放弃了梦想 我还不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 原来昨天是二人确定恋爱关系的日子 为了道歉小南还特意做了烛光晚餐 哪知董博宇回家后却忘得一干二净 然而这时他又接了客户的电话 副总直言让他过去和领导喝酒 董博宇为了能和副总的公司合作 他就谎称客户让他过去买单匆忙离开 小南一猜就认为客户肯定是副总 于是他赶忙开着车悄悄跟了过去 没想到酒足饭饱过后 董博宇还主动提出送副总回家 小南没办法便开车紧跟其后 谁知到了家里 他又看到董博宇把副总送上了楼 这一幕着实把小南气得够呛 可是等了一个多小时也不见他下楼 小南本想上楼一探究竟 谁知这时他去想到董博宇说的话 这事儿让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你再给我这胡搅蛮强 我下次可没有那么好耐心 想到这里小南又缩了回去 思考再三 他只好气冲冲地开车回家 原来董博宇在楼上吐了一声 副总见状便让他在卧室里洗了个澡 随后还拿来他老公的睡衣让他换上 结果出来的时候 二人竟然穿了情侣睡衣 此刻董博宇倒显得十分尴尬 他本来想离开可衣服还没烘干 于是只能陪着副总喝起了醒酒茶 副总直言让他先别着急谢他 至于能不能合作还得董事会决定 不料副总又不小心把茶撒在了他身上 此时的董博宇更是有些不自在了 还好衣服洗得快才躲过了一劫 董博宇捏手捏脚地回到家里挡头就睡 丝毫没有注意到正在流泪的小楠 次日一早董博宇醒来后 结果却发现小楠早已不在家里 原来他一大早就来找副总宣战了 然而副总直言董博宇是自己的弟弟 你妹啊 你好你好 董博宇不会昨天晚上没回家吧 他本想打电话问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谁知小楠却说他昨晚回家了 副总表示他要是敢去不三不四的地方 不用小楠开口他也会直接教训他 很显然小楠还是显得太嫩 还没等他发话就被副总识破了 这你们俩成家吧 副总硬是没给小楠说话的机会 临走时还邀请二人到他家吃火锅 此时的小楠更是一脸猛圈 还感叹宣战竟然变成了火锅 副总也是酒精沙场的女人 她直接给董博宇发了影响家庭和睦的道歉信息 没想到董博宇看到后更是一脸蒙圈 随后就赶忙给副总打去了电话 问他信息上的内容是什么意思 副总把小楠来找他的事情说了出来 并为昨天留他太晚而表达歉意 还说小楠是个好妻子千万不要怪罪他 回到家里 看到小楠就是一记耳光 并质问他昨晚为什么跟踪自己 今天又去找副总到底想干什么 董博宇直言自己在外累死累活 心里全都是为了小楠和这个家 反而小楠只知道怀疑跟踪他 你要再继续这么闹下去 咱俩就离婚 此时的小楠既失望又心痛还委屈 他说今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昨天是他们确定恋爱关系的日子 你说过的从恋爱到结婚 咱们俩注定要一生一世 但董博宇却说今天是他最倒霉的日子 至于这些有的没的他根本没功夫过 说罢就急忙摔门而去 而小楠此时不由的嚎啕大哭了起来 董博宇来到矿业集团主动跟副总道歉 表示他老婆太不懂事了 这种事情他保证再也不会发生 可副总却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 他表示这件事早已翻天了 并让他回去好好哄一哄小楠 董博宇本想请副总吃顿饭 谁知他却已开会唯有果断拒绝 经过此事他觉得项目肯定黄了 无奈下他只好去找方程聊天 方程得知此事后很是惊讶 更觉得他在生气也不该打老婆 董博宇倒认为自己是为了公司的项目 但千算万算没想到会在小楠这儿掉链子 我打得走了 这么还没慌吗 董博宇表示他发信息约副总吃饭 两个小时了也不见回复 很明显这就是要跟他划清界限 此时的他越想越生气 还感叹这种日子根本没法过 不料他刚休息就收到了副总的信息 听到副总的安慰这才松了一口气 当看到小楠的照片 这才意识到今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晚上董博宇买了一束花回去道歉 谁知小楠早已收拾行李离家出走了 本想打电话发信息却都被列入了黑名单 小楠回到父母家里 母亲一想肯定是小两口吵架了 可小楠倒是连忙否认说自己想他们 小楠看着父母吵吵闹闹的过日子 其实这才是他向往羡慕的生活 董博宇倒也是聪明给丈母娘打电话 得知小楠回了娘家才放下心来 但丈母娘更加确认女儿跟他吵架了 并说小楠从小就娇生惯养 要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肯定会批评他 董博宇只好说小楠想他们了 这段时间由于工作忙才没跟着一起去 这天董博宇又找到方承抱怨 可方承却认为他根本没有把小楠当老婆 只是把他圈养在家当作宠物 高兴了就买点东西哄一下 不高兴了就对他爱搭不理 要是闯祸了就动手打 打完之后消气了还得安抚他 董博宇说他结婚三年从没打过小楠 这次实属是一时冲动 而方承解释夫妻之间不能是主人和宠物的关系 更应该是男人和女人之间平等的关系 但董博宇却认为人与人之间没有绝对平等 夫妻之间更不可能平等相处 他觉得自己赚钱养家 小楠负责貌美如花是对的 因为自己见识多认之果 在家里就应该有绝对的话语权 没想到话音刚落 董博宇就收到了小楠的离婚协议书 彻底傻眼的他不知如何应对 无奈之下只好让方承把廖莎约出来 并希望他能够过去探探小楠的口风 廖莎觉得他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打老婆 董博宇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但廖莎还是不愿意去 这方面方承是绝对不敢打老婆的 为了好兄弟他希望廖莎去见一下小楠 可廖莎还是觉得自己去不合适 但董博宇直言小楠心特别软不计仇 说不定这件事他早就忘了 殊不知小楠却在娘家打起了麻将 运气爆满的他不知道赢了多少次 董博宇见二人都不愿意去帮他 于是他只好赌气签下离婚协议书 廖莎见他气质刚硬还录起了视频 彻底被拿捏的董博宇只好低头认错 廖莎说他不像方承这么好骗 他也不用找那些有的没的理由 其实小楠特别想让董博宇去找他 但现在作为男人的他也要保持尊严 廖莎表示他最近确实没事 但要是去的话吃住行他都要报销 更重要就是要给方承涨工资 董博宇一听涨工资立马傻了眼 廖莎解释自己被换岗只拿底薪 方承如今又被降了值 所以他们的经济困难只有他能解决 方承涨工资董博宇说的不算 不过这次项目要是能顺利谈成 他答应会给方承包一个大红包 母亲判断出小楠的感情出现了问题 赶走了和他打麻将的那些同学后 于是就问他什么时候能离开这个家 你就这么不待见我 其实母亲不是不待见他 他只是觉得夫妻没有隔夜仇 想让小楠早点回家低头认错 然而被伤到的他却忍着委屈的眼泪 拿着五万块钱的积蓄交到母亲手里 一气之下离开了从小长大的娘家 小楠一个人走到江边无处可去 他犹豫着要不要向董博宇夫人 没想到这时廖莎给他打来了电话 表示自己在这边有个项目 正好晚上没事约他一起吃饭 小楠虽然没心没肺但他也不傻 他知道廖莎是董博宇派来的奸细 小楠解释他并不是想离婚 他只是想吓唬一下董博宇 并让他先低头认错过来接自己 可等了一个星期却等来了廖莎 廖莎告诉他这样也不能解决问题 董博宇的性格小楠比谁都清楚 要是真害怕那份离婚协议书他早就来了 反倒小楠应该低头认错赶紧回家 廖莎说他根本离不开董博宇 因为小楠花的钱全都是他赚的 所以才拿捏住这一点就是不认错 如果他离婚董博宇照样可以过得很好 但小楠现在就是不行 小楠以为他的话是看不起全职太太 廖莎说他并不是看不起全职太太 相反他很尊重全职太太 因为我觉得全职太太是一份 非常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非常了不起的工作 只是小楠必须要认识到自己想要什么 他在这个家庭生活中是否幸福如意 这样才能理清他与董博宇之间的感情 小楠说他结婚三年不是保姆就是按摩师 赶上董博宇生病喝多了就是护理工 24小时全年无休随时待命 本以为董博宇能有所感触 可换来的却是躺在沙发上想清闲 其实小楠也烦透了这种生活 他也想出去找一份工作 不过总感觉已经完全和社会脱节了 他担心自己找不到工作 如果被开除再灰溜溜地跑回家 那岂不是在董博宇面前更抬不起头了 然而廖莎的生活也是一言难尽 他把自己被降职的事情说了出来 可小楠作为局外人却看得很通透 他建议廖莎可以先上个孩子 反正他在公司也没什么事情可做 怀孕后公司还不能开除他 期间至少还有一年的产假 他完全可以利用这个空档 去打算以后的工作 你到底回不回啊 顺其自然吧 顺其自然 男人按照约定去酒店找老婆 不料老婆却打扮了风情万种 还向他抛去妩媚的眼神 这么成天啊 那好看吗 好看 方程突然发现一项爱挣钱的廖莎要生孩子 这一幕着实把他吓了一跳 因为廖莎之前说过他不像当爹的样 可如今他主动提出 方程自然要询问原因 你不能让我这么毫无准备的 执行那么伟大而神圣的事 廖莎解释公司的总监想要开除他 现在生的孩子可以对冲一下风险 方程很是支持他生孩子 但总感觉现在生孩子不是为了爱情 而是为了跟总监抬杠 这都我们未来孩子是不是不太公平 你哪用的废话 生不着 生 不管生不生 方程自然是高兴极了 可当二人准备大干异常的时候 廖莎却觉得自己的增生变大了 这哪成啊 压到我没增生了 方程此刻很担心廖莎的身体 本想赶紧退房去医院检查一下 只好接着浪漫 次日方程带着廖莎来医院检查 结果医生经过检查怀疑他可能是乳腺癌 现在要通过手术才能查出是恶性还是良性 廖莎和方程闻言瞬间就猛了 他们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医生说他现在的情况大概是20%的机会 医生建议他赶紧住院做一个全面检查 廖莎得知后续的治疗费需要几十万 于是淡定了离开了医院 方程一直在安慰廖莎 并表示要带他多去几家医院 没想到廖莎趁着方程开车的功夫 他禁止一人打了一辆出租车走了 方程见状只好一路在后面跟着 毕竟这种事情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都会难过 出租车司机以为他不是什么好人 加大油门就把他甩在了十字路口 方程见廖莎迟迟没能回家 情急之下只好把小娜和师姐叫来帮忙 方程之前反复跟他说身体低 工作的事情先放到一边 反倒廖莎说他没出息没上进心 方程实在等不下去决定报警 谁知这时廖莎突然回来了 还直言这根本不是什么大事 有钱的师姐让他千万别见外 表示自己给他联系了肿瘤专家 小娜也可以在公司帮他请假 谁知廖莎却说他要好好想想 师姐见状只好和小娜先回家 方程自责自己把事情告诉了别人 谁知廖莎却显得毫不在意 但他越平静方程就越担心 四日一早方程发现廖莎不在床上 正担心的时候他却买着早餐回来了 方程看见后这才松了一口气 廖莎直言自己决定不治病了 他说自己昨天一个人想了很多 尽管再怎么努力赚钱拼命工作 可到头来什么也改变不了 廖莎知道他这个病就是个无底洞 尽管二人存了四十万 但这四十万顶多让他活两年 方程直言前不是他考虑的重点 假如钱花光了还有房子 房子卖了再找朋友亲人帮忙 可廖莎却说他万一走了 剩下方程一个人欠着一屁股外债 他一个人又该如何生活下去 但方程还是想劝廖莎去治病 说着说着直接说出了男人的担当 最后方程上班前把他锁到了屋里 顺手扔垃圾的时候 还看见了廖莎撕毁的梦想 心感愧疚的他在公司一直发呆 无奈下他只好去找董博宇说明情况 表示他想坐回技术总监的位置 此时董博宇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声称他现在借钱可以 但坐回总监恐怕是没有机会了 因为新的总监下周就会上任 方程听闻沉默了一会儿 并反思自己佛系的行为是个错误 以前廖莎说他不争气的时候 他总觉得廖莎说的不对 但现在想想 正是因为廖莎累死累活的政权 我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 岛南通过料沙的开导 他放弃了全职太太的生活 后来去舞蹈班当了一名舞蹈老师 然而董博宇看到家里的外卖盒子已经发臭 他本想发消息让小南赶紧回家收拾 结果小南还是没有把他从黑名单里移出来 此时董博宇这才意识到家庭主妇的重要性 次日他就屁颠屁颠地拿着礼物来到丈母娘家 丈母娘看到有钱的女婿来了很是高兴 说什么都要去买点鸡鸭鱼肉招待一下 得知小南去了舞蹈班当老师 董博宇立马来到了舞蹈班 原本对着学生微笑的小南 看到他的到来笑容立刻消失了 谁知转过身后心里却乐开了花 董博宇听着学生家长对小南的介绍 顿时感觉他全身都散发着自信的光芒 等下课后董博宇却睡着了 小南不忍心让他空等一场 于是就用膝盖把他叫了起来 在董博宇的热情邀请下 小南这才勉为其难地答应跟他一起吃饭 期间他接了好几个学生家长的电话 在听到男家长要加小南微信的时候 心生粗意的董博宇索性抢过手机 随后又把手机直接关机了 这风水轮流转的感觉让小南很是高兴 尽管董博宇再怎么说好听的话 可知冷起来的小南根本不给他接话的机会 董博宇苦苦哀求他跟自己回家 小南问他是否拿下了之前的项目 董博宇承认项目拿了下来 其实小南很了解他要不是拿下项目 他现在哪有功夫来到这里陪笑脸 最后小南说什么都不愿意回去 谁知回到家里母亲却把行李收拾好了 母亲觉得他没有工作的必要 可小南直言自己签着劳务合同 而且自己的班早就被预定满了 说爸就拿着行李箱回到了房间 丈母娘还以为二人商量好了 董博宇直言自己需要三分钟 于是就追到房间主动道歉 并让小南不要跟他置气 但小南根本没功夫跟他置气 因为他现在要工作 不料董博宇却看不上他的工作 还说他不但挣不到钱还特别辛苦 只要老老实实的跟自己回家 保证会把他的银行卡给恢复了 到时候小南就可以随便刷卡购物 董博宇直言小南的父母也不傻 如果他要在这么两地分居 他的父母肯定会为此事担惊受怕 说白了话里话外还是小南的错 不但给他添乱还给父母长麻烦 说着说着董博宇渐渐失去了耐心 直言自己的态度已经够诚恳了 如果他在这么没完没了可就可就要 小南说他就想表明自己多么大度 不跟他一个纯女人一般见识 如果服软的话就是不识抬决 最后董博宇彻底被拿捏得没了办法 只好先让小南把他的微信从黑名单里移出来 直到小南答应之后他才离开了 临走时还给了丈母娘一个大红包 并让他买点补品多补补身子 不得不说董博宇哄丈母娘还挺有一套 从此董博宇每次下班回到家里 偌大的房间却看不到小南的身影 倍感失落的他只能自己收拾屋子 谁知屋子收拾的却是一塌糊涂 吃不到热饭的他也只能去外面解决 而且一吃就是半个多月 服务员实在看不下去他这般吃法 并建议他办一张会员卡 晚上董博宇回到家里办起了家务 早已习惯了甩手掌柜的他 谁知干起活来却不是那么得心应手 好不容易收拾了一袋垃圾 但没想到的是垃圾袋坏了 气不打一出的他索性料挑子不干了 此时他又想到了全职太太小南的好处 于是赶忙给他打去了电话 董博宇嘘寒问暖的问他最近工作怎么样 还说他一个全职太太没必要那么辛苦 如果小南非要当舞蹈老师 他根本没有必要在老家当 完全可以回家找一个工资待遇好的 小南直言自己的班早就爆满 他不敢说自己工作被辞的事 更害怕董博宇取笑他 只能表示自己要好好考虑一下 原来小南在同学的一家舞蹈机构上班 因为他没有舞蹈资格教育证书 所以被同学给开除了 小南倒是想用这个时间去考证 但同学却觉得他完全可以回家当全职太太 每天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不用这么累 小南听到同学的话很是失落 他没想到自己在同学眼里 竟是这样的人 次日他就打着回家的想法 准备去考资格证 母亲得知他要回家 专门给女婿做了韭菜盒子 并嘱咐他这次回去 一定要好好过日子 看到小南走后 母亲更是乐翻了天 另一边的董博宇把副总送回家后 本想送他上楼 谁知却被拒绝了 副总直言让他赶紧回家陪小南 不过等董博宇走后 他反而有些后悔了 董博宇回到家里 却发现家里没电了 打开电表箱才知道 是欠费断电所致 于是他只好给小南打电话 问电费怎么交 但他的电话却是关机状态 这时他又想到了好兄弟方程 方程得知情况 让他用手机缴费 不料他连家里的电护号都不知道 方程想来想去 只好建议他打服务热嫌 没想到当他打过去 使手机竟没电关机了 董博宇被气得彻底没了脾气 他只好在沙发上睡了一晚 醒来后本想洗个澡去上班 可因为家里没电 只好冲了的凉水澡 结果出来的时候 不小心被冰箱里流出来的冰水 罚了个狗吃屎 此刻的董博宇彻底 被没有老婆的日子折磨得生无可恋 没办法他只好来到丈母娘家找小南 结果丈母娘却说他昨天就回去了 并且还发了董博宇吃韭菜盒子的照片 董博宇一看就断定照片是去年的 丈母娘打电话还是一直关机 他赶忙来到舞蹈机构寻找小南 但同学说他一个星期前就离职了 董博宇把亲戚同学全都找了个遍 最后实在没办法只好想到了廖莎 董博宇吃了两碗面 直言廖莎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 因为上次拜托廖莎去找小南之后 他就彻底改变还找了一份工作 廖莎解释他只是说过 要让小南理清他和董博宇的关系 可董博宇却认为正是这句话 才把小南洗脑了 廖莎觉得自己被反咬了一口 顿时就和他大吵了起来 声称他如果不打小南 他也不会跑 此时董博宇不但不反思自己的问题 一直坚信是廖莎的话把小南洗了脑 廖莎不服气说问题的根源 就是因为董博宇想要孩子 小南才会背着他做了疏软管疏通手术 做手术 所以还是真是他有问题 董博宇想知道小南什么时候做的手术 方程只好把事情的真相说了出来 被蒙在鼓里的董博宇很是生气 但廖莎却说他对小南的关系不够 就连手术留下来的伤口他都没发现 不可能 我怎么没印象 啥也没有印象 你先是全部再讨好另外一个女人身上 很显然廖莎说的女人就是副总 因为她的心理权都是项目和生智 方程没办法只好在中间打圆场 直言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小南 不料这是小南突然给廖莎打来了电话 原来他竟然去省里考舞蹈教室资格证了 还说大概三天就能顺利完成 考完证后应该回市里找工作 董博宇得知小南的位置这才放下心来 女人优美曼妙的舞姿身受孩子们的喜欢 更让门外的富豪看得挪不开眼 等小南下课后 冯启明就拉着女儿主动跟她搭话 冯启明直夸小南舞蹈跳的特别专业 可是她一直有帮女儿退班的打算 之前送女儿来这里跳舞 完全是冲着舞蹈班式歌舞团班的 可现在这里的设置和设备着实有些简陋 相比外面的舞蹈机构简直不是一个档次 她建议女儿换一个环境更好的舞蹈班 谁知圆圆却说她非常喜欢顾老师 根本不想转到其他地方学习 当今天看到小南的舞蹈动作 于是决定拜托她好好培养圆圆 冯启明高兴地抱着圆圆回家 谁知去碰见了舞蹈班的汪校长 汪校长一看就觉得她来者不善 赶忙过去找小南询问情况 并让小南别把她的话当回事 因为冯启明离婚多年一直单身 以前从不关心女儿的上学问题 可是自从小南来了以后 隔三差五的就往舞蹈班跑 肯定没人好心 等小南下班回家后 不料她却发现董国宇把屋里布置了一份 场面绝对比结婚时还要浪漫 这些鲜花气球烛光晚餐彻底感动了她 原来一个月前是二人结婚纪念日 因为一场误会让董国宇打跑了小南 现在小南好不容易回到了家 所以准备把之前没过的结婚纪念日补回来 董国宇更希望得到小南的原谅 果然女人都喜欢花言巧语的男人 董国宇一番肉麻情话过后 还表示自己特别支持她的工作 更希望她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舞蹈老师 而小南对于董国宇的改变很是欣慰和感动 没想到二人一夜缠绵过后 董国宇就像换了个人一样 她对小南不仅是车接车送 还给她买了限量款包包 并邀请她晚上一起去吃火锅 谁知小南却说她最近减肥 对于新款包包她高兴是高兴 但是自己现在却不喜欢了 因为包以前对她来说是精神寄托 可自从有了工作这些包就不吸引她了 够用就行 这又不是生活必需品 没有必要一直买新的吗 说吧就要拿着小票去商场把包给退了 董国宇对她的举动很是惊讶 虽然嘴上为她勤俭持家的行为感到欣慰 但她总感觉这样的小南着实不对劲 回到家里董伯宇越想越难受 甚至觉得她省钱就是不爱自己 小南解释自己没有变心就是想省钱 这天董伯宇得知同事怀了第二胎 于是就询问她有没有吃备孕药 同事就好心给她提供了一些方法 晚上董伯宇把买来的备孕药给了小南 还谎称她吃下以后可以补充营养 其实董伯宇还是不想让小南出去工作 唯一的办法就是先让她怀孕 可这天小南在汪校长口中得知 自己一直吃的东西竟然是给孕妇吃的 小南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董伯宇一直在欺骗自己 一气之下她把这件事告诉了料杀 还吐槽董伯宇就是一个渣男 想要孩子明确说出来就行 根本没必要搞这些小动作 二人刚聊完董伯宇就打来了电话 还直言周末一起去温泉酒店玩两天 让小南泡泡温泉好好放松一下 不料她去谎称周末的课早就排马了 为了惩罚一下董伯宇 小南在吃饭的时候突然装作一阵恶心 随后赶忙跑到卫生间吐了起来 董伯宇见状还真以为她怀孕了 于是就建议她请假去医院检查一下 霸道老公看不起妻子的工作 就想一直让她当全职太太生孩子伺候自己 可这时的她彻底和董伯宇大吵了起来 小南直言自己在她眼里根本不是人 而是她成功人生的装饰品 以前的小南背着她做了书卵管疏通术 那时她很想给董伯宇生孩子 但现在的小南自从有了工作 她便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活法 更不愿意当一个生育机器 此时的董伯宇很是疑惑 明明小南手术也做了备孕药也吃上了 她不明白为什么就是怀不上 小南直言是她的问题 董伯宇却坚信地说前女友为她怀过孕 尽管是十年前的事 她始终还是死鸭子嘴硬不承认 小南表示她虽然挣钱比较多 但不代表生育能力比她强 如果要是不服气 明天二人一起请假去医院做一次全面检查 看看到底是谁那边出了问题 然而董伯宇坚持自己很健康 更没有必要去做什么破检查 至此二人又开启了冷战计划 就连坐电梯都不肯坐同一趟 回到家里小南再也不做饭了 二人各自看各自的手机 叫外卖也是自己订自己的 吃完饭二人更是背对背睡觉 一个星期过后 董伯宇一脸垂头丧气 好兄弟方程看到后建议她学会等待 方程直言她这一次彻底伤到小南了 因为董伯宇不是骗她吃被孕药 就是嫌弃她的工作是不务正业 如今小南还愿意跟她同一个屋檐下 就说明已经对她够隐忍了 假如方程是她老婆早就离婚了 方程让她该道歉就道歉 而且态度一定要诚恳 千万别玩那些花里胡哨的 董伯宇思考过后决定回家道歉 没想到小南却当起了家庭主妇 看着一桌子的晚饭让她很是惊讶 董伯宇表示明天要送她去上班 下班后再接她去外面吃好吃的 谁知小南说她以后再也不上班了 原来汪校长的舞蹈班被查封了 因为学校的办学资质达不到 营业面积的规定标准 之前查的不严也就得过且过 可现在随着培训机构越来越多 在良有不齐的情况下就被整顿了 小南建议她多找几间教室扩大规模 但汪校长实力不允许拿不出那么多钱 小南没想到自己刚就业就失业了 回到家里她只能对着大镜子跳舞发泄情绪 毕竟自己的梦想还没开始就失败了两次 此时她更害怕董伯宇轻视她嘲笑她 哪知董伯宇得知情况后很是高兴 但她却改变了以往的态度 并未上次的是向小南真诚的道歉 还劝她可以换一家舞蹈机构继续当老师 你有你工作的自由 挣多少钱不重要 小南听到这样的答案很是欣慰 她表示找工作的事情可以暂缓 自己想休息一段时间好好想想 董伯宇见状表示要给她请一个保姆做家务 剩下的时间她可以安排自己想干的事情 但小南却说她不习惯家里有生人 家务的事情还是自己来干 小南高兴的为董伯宇成饭 心情失落的她还是流出了眼泪 董伯宇知道小南是真的喜欢跳舞 于是赶忙上去安慰她 此时小南终于忍不住转身抱着她大哭了起来 这天小南来到一家舞蹈机构做市场调研 不料这是一个小女孩不小心撞到了她 结果一看竟然是自己教过的学生圆圆 冯启明难得碰见小南一次 于是就把她约到了一家咖啡厅 并询问小南现在是否在教舞蹈 因为她想让圆圆跟着她继续学习 小南只好承认自己不打算当老师了 冯启明不明白她这般解释 无奈小南只好说当老师太受制于人 要么就是被炒鱿鱼再者是学校倒闭 一点安全保障都没有 男人突然发现爱上班的妻子变成了家庭主妇 谁知她竟然把妻子大骂了一顿 她知道廖莎不喜欢做家务只喜欢工作 但她的改变让方承很是心疼 廖莎觉得自己连一个阿姨都不如 崩溃的她直接说自己没有工作了 因为社区关系部主管就是一个虚职 就算现在干好了也挣不到钱 即便如此方承也不理解她的做法 她表示廖莎再敢做饭自己就离家出走 可是廖莎依旧我行我素做起了饭 方承一气之下决定和她分床睡觉 次日她为了抢一袋打折的大门 竟然和一群大妈硬刚了起来 方承觉得廖莎的种种迹象根本不正常 可董伯宇却说她就是在赤裸裸的炫耀 晚上廖莎又做了四菜一汤等方承回来 打电话的时候方承却说她不想回家 而是要回她爸妈那边煮 因为昨天吵架的时候她就说了 如果廖莎还这么伺候她就离家出走 廖莎一气之下只好自己吃起了饭 廖莎向小男吐槽方程不知足 明明自己想方设法对她好 反而换来的却是她离家出走了 不料小男一针见血地指出 现在的廖莎很像以前的自己 为了男人的一点破事牢牢叨叨 很明显就是一家庭怨妇的样子 廖莎被说中了痛处忍不住流出了眼泪 门心自问她也不喜欢做家务 上次在超市看到一女的为了省二十块钱 她在收音台来来回回折腾了半个小时 买了一堆用不上的东西还受别人的白眼 可是廖莎真的不想过这样的日子 我想努力工作挣钱 到我现在 挺好挺好 想改变咱就改啊 小男表示她既然想改变就要勇于改变 就好比自己一直都喜欢跳舞 但她可以从事舞蹈相关的职业 小男觉得廖莎好歹是个主管 她可以先干好主管的工作 同时也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经过小男的开导廖 廖莎心情好了很多 更对自己的生活又有了新的想法 这边的方承回家后成天和父亲打游戏 母亲自然是知道她和廖莎吵架了 可是方承却谎称廖莎出差去了 闲来没事所以才回家看看他们 然而母亲可是过来人 拿着扫帚逼问方承怎么回事 在父亲的劝说下方承这才逃过一劫 其实母亲知道她一直都没上进心 但她可以跟廖莎的优点互 只有这样他们过日子才能携手并紧 廖莎要强的性格情绪容易失控 谁知方承不仅不管还跑回家躲清闲 可方承却认为她跑回来就是在解决问题 母亲表示廖莎本来就是外地人 如果她一个人在家休克了后悔都来不及 方承听母亲这么一说反倒担心了起来 于是次日她就回到了家里 结果等了好久廖莎都没有回来 打电话一问才知道她在婆婆这里 此时婆婆拿她如亲闺女一样对待 公公亲自下厨给她做了香喷喷的大闸蟹 方承通过视频更是看得口水直流 无奈之下她只好打车回家了 并让廖莎跟她一起回去 谁知她今晚非要住在这里 母亲表示她后悔没生个女儿 父亲也声称她养了个废物儿子 此时的方承躺在床上很是郁闷 并认为廖莎才是她爸妈亲生的 廖莎看她因为这件事不高兴 于是说她要重新找回自己的事业 之前她是因为过度焦虑 所以总是想方设法在方承那找存在感 以为她满意了自己才能心安 方承听了她的话发誓 一定要担起丈夫的责任 无论廖莎做什么她都支持 廖莎看她之前受了那么多委屈 于是决定今晚狠狠地奖励她 次日一早廖莎换上职业妆 化着艳丽的口红 信心满满的上班了 男人总是爱和公司的行政主管加班 不料这天却被妻子抓了个现行 回到家里便狠狠地赏了她一耳光 赵凯解释于小娜是老板身边的红人 而且自己是为了在公司得到重用 所以才以加班和对方搞好关系 就这样林彦听信了她的花言巧语 可后来赵凯的胆子越来越大 于小娜更是在开会时也不闲着 谁知二人的关系被闺蜜廖莎看见了 心虚的于小娜直接找了个理由匆忙离开 于小娜厌倦了她和赵凯的地下情 萌生了和她分手的想法 不料这一幕刚好被赵凯的老婆看到了 林彦还直接用手机录了下来 晚上赵凯还像往常一样哄完孩子倒头就睡 谁知林彦故意想和她亲近一番 但赵凯却嫌弃地给拒绝了 你是怕碰我对不起 赵凯直言她跟于小娜只是同事关系 两个人清清白白根本不用解释 林彦见她满嘴跑火车 于是直接将视频拿了出来 谁知赵凯看到后不仅不认错 还觉得林彦天天都在监视自己 你还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林彦一气之下拿着手机朝赵凯砸了过去 没想到手机替她报了仇 赵凯厌倦了控制欲极强的林彦 说什么都要和她分房睡觉 白天赵凯头顶一块卫生巾前来上班 不料刚好碰见了于小娜 就在她满脸疑问的时候 赵凯却给她发了一条短信 并发誓自己一定会离婚的 从此赵凯就和林彦开始了冷战 次日就在赵凯送孩子上学时 谁知林彦却让她跟于小娜断了 她这边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但赵凯什么也不说转身开车离去 没办法的林彦只好找到了同学廖莎 然后开诚布公地跟她说赵凯出轨了 廖莎直言自己并不关心她出不出轨 这时林彦只好拿出视频给她看 可廖莎却不相信 更觉得追求于小娜的人很多 她自然是看不上有妻子的赵凯 视频上的拉拉扯扯也是在工作中有过节 林彦盯着廖莎看了一会儿 表示她是真的不知道赵凯出轨于小娜的事 林彦临走时让廖莎转告于小娜 从此不要再招惹自己的老公 廖莎虽然不相信赵凯和于小娜有问题 但想想最近他们的关系确实有些不正常 等她回到公司楼下吃饭的时候 这时无意间看到于小娜和赵凯先后进了大厦 感到奇怪的她准备去找于小娜询问情况 谁知于小娜却给她带了寿司 廖莎故意问她和谁去吃的日料 于小娜不敢回答只好借故去了卫生间 可就在廖莎大快朵頤的时候 赵凯直接冲进来把她当成了于小娜 廖莎你为什么在这里 于这里请我吃寿司 你怎么有事啊 赵凯立刻找理由说来拿文件 随后赶忙离开了办公室 廖莎越来越觉得二人肯定有问题 于是晚上她把这件事告诉了方程 还扬言一定要抓住他们的把柄 方程却认为这种事情不能管 即便她和于小娜的关系再好 一旦当场说破友情还是比不过爱情 次日廖莎在公司开始关注于小娜和赵凯 虽然二人吃饭没有坐在一起 但是一直在盯着手机傻笑 她故意过去使于小娜赶紧将手机关了 吃过饭后还偷偷一直跟着她 结果还真发现她和赵凯有一腿 下班时廖莎接上于小娜直奔她家里 于小娜有感廖莎要对她说什么 谁知一到家里廖莎就问她跟赵凯是怎么回事 廖莎直言赵凯有老婆有孩子 现在于小娜就是一个阿三 况且这件事赵凯的老婆已经知道了 自己一开始还不信 但今天证实了他们的奸情 此时的于小娜很是吃惊 她让廖莎别管自己跟赵凯的事 谁知廖莎却让她趁早收手 随后还将林彦的那句话说了出来 可是她却乐在其中死不承认 还让廖莎别管自己跟赵凯的事 可廖莎表示她的脑子坏掉了 更何况赵凯的老婆已经知道了 她让小娜趁早收手 因为以她对赵凯老婆的了解 现在的小娜根本不是林彦的对手 此刻小娜忍不住哭了起来 廖莎说她如果真的喜欢赵凯 就应该先让赵凯赶紧离婚 只有她离婚了才能干光明正大的事 廖莎用两个人的友谊做选择 不料小娜最后还是选择了爱情 廖莎见状当即起身摔门而去 回到家的她心情十分上头 作为局外人的方程却看得十分通透 而廖莎本就不应该干涉小娜和赵凯的事 她觉得人总要去亲身经历一些爱情 只有掉到坑里爬出来之后 她才会去认真总结自己的对错 毕竟谁年轻的时候都爱过几个渣男 就如廖莎和林燕的前男友 就是一活生生的例子 听到这里廖莎忍不住追着方程打了起来 自从小娜和廖莎绝交以后 二人上班一见面都是火药味十足 小娜还光明正大的坐在赵凯面前吃饭 廖莎眼看她是王八吃秤妥铁了心 没办法的她只好跑去找赵凯 并警告她立刻和小娜分手 赵凯知道廖莎在担心什么 她说自己不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 并保证一定会跟林燕离婚 而且在离婚之前还会跟小娜分开一段时间 廖莎见她这样说也不好再说什么 但她还是担心林燕不会跟她离婚 可赵凯却说她有自己的办法 赵凯 我根本组也都不过程 不料还没等赵凯开口 她的老婆林燕就率先找到了小娜 此时的小娜心里的确慌了起来 但林燕并没有把话说得那么难听 而是筛选了二十个壮汉让她随便用 林燕一堆废话下来 没想到她一个都没看上 不堪羞辱的她只好起身扬长而去 小娜回到家里直接瘫软在地 随后拿起电话给赵凯打了过去 赵凯不忍心让心爱的女人哭得撕心裂肺 她立马把儿子送到父母家里 接着回到家里收拾行李等待林燕回家 而林燕也早就猜到赵凯要跟她摊牌了 我就是喜欢于小娜 我们离婚 赵凯直言就算没有小娜她也要离婚 因为她早就受够了林燕的控制欲 现在只要林燕同意离婚 她可以今生出户什么都不要 林燕表示她现在拥有的都是吃软饭吃的 现在翅膀硬了就想斩吃凹翔膜都没有 她发誓一定要耗死他们这对狗男女 此刻赵凯索性破罐子破摔奉陪到底 直接转身拿着行李准备离开 可林燕却说自己坚决不同意离婚 尽管她苦苦哀求一直挽留道歉 赵凯还是依然决然地离开了这个窒息的家 可在林燕的眼里 儿子和赵凯就是她的一切 为了保护这个完整的家 她只好给廖莎打电话询问小娜的地址 廖莎表示他们已经绝交随后就挂断了电话 可是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彻底疯狂的林燕为了捍卫自己的婚姻 趁着赵凯开会时直接闯进了会议室 接着当着众人的面求小娜离开赵凯 廖莎知道小娜的处境很是尴尬 还是硬着头皮说林燕不能找软世子年 这种事情她倒是应该先问赵凯 当林燕得到这样的答案 彻底崩溃的她只好离开了这里 谁知她又转身走了过来 明确表示自己永远不会离婚的 经过这么一闹全公司都知道了小娜和赵凯的关系 此时房总更是没心情开会了 昔日的好兄弟得知自己的白菜被拱了气的更是无话可说 女人用力将消毒水泼在绿茶的身上 接着再把她按在地上狠狠地打 周围的吃瓜同事纷纷看热闹 甚至还录成视频发到朋友圈 唯有她的好闺蜜廖莎出手相助 不料林燕用力一推直接让她撞到了椅子上 赵凯发现后赶忙将林燕拉了出去 此刻廖莎忍着疼痛关上了门 她这么做就是给小娜保留最后的脸面 廖莎看着她傻傻地躺在地上 于是就询问她有没有受伤 谁知小娜却发现廖莎流血了 廖莎看着自己腿上流出的血迹 这一刻她当场晕了过去 通过检查才知道廖莎怀孕了 方程警告小娜说她的孩子没事则已 万一有事绝对让她生两个赔罪 这边的赵凯被公司开除后 收拾行李决定要和林燕离婚 儿子看到这一幕哭得撕心裂肺 追着喊着不让爸爸离开这个家 赵凯通过后视镜看到端端在哭泣 她心意软急忙踩住了刹车 这时林燕追上去教育端端 声称爸爸现在不要他们了 爸爸不要我们了你听懂了吗 不要爸爸 夫妻离婚最无辜的就是孩子 可现在无论林燕怎么哭 端端始终都想让爸爸回来 而赵凯看着他们母子俩 她直接挂上地档猛踩油门 依然决然地离开了他们 自从廖莎通过检查并无大碍后 方程早早就做好了当爸的准备 甚至还决定去私立医院生孩子 公司闹得沸沸扬扬 赵凯没脸呆就主动降职去了深圳分公司 小娜不想异地恋只好辞职去深圳找她 说实话料杀这样的闺蜜我都想拥有 晚上她下班回去却显得十分傲慢 直言自己好不容易拗走了赵凯 但孩子的到来又让她当不了总监了 谁知方程却说她生孩子比当总监强 因为当总监不管工资再高 给老板打工成就的是老板 可当母亲是自己孵化的项目 等孩子长大成就的是自己 这天小娜高兴地收拾行李 随后给赵凯打电话让她去接机 殊不知这时林艳把儿子带了过来 因为自己临时要出差几天 再加上她父亲最近身体不好 所以林艳想让她照顾端端几天 可赵凯为了小娜直接拒绝了她 这时端端在身后一直喊着爸爸 作为父亲的赵凯还是答应了下来 等小娜过来的时候端端却把她当成了妖怪 二人的浪漫多出一个儿子让小娜很是生气 赵凯解释林艳出差端端最多待三天 其实林艳就是想用孩子来牵制他们 这时小娜忍着心里的不满和他们一起吃饭 不料端端却故意让赵凯为她盛饭 一旁的小娜听到端端装可怜针对她 气不打一触的她当场摔门离去 赵凯没办法只好出去安慰小娜 小娜对这个电灯泡的存在很是不满 因为赵凯之前答应过她 儿子是不会跟着他们生活的 赵凯表示端端是她的儿子她不能不管 但保证以后会让这种情况少发生 可是小娜却不想发生这样的情况 要是再碰见林艳她甚至会有心理阴影 赵凯说小娜对她的家庭情况很是了解 既然决定跟她在一起 就说明了小娜做好了心理准备 赵凯直言端端现在还小 再长大一点就会懂事 但小娜却担心端端越大就越恨她 赵凯不愿意让她跟自己受刁难 更不想强迫小娜去做不愿意的事情 话里话外小娜听出了她的意思 愤怒之下直接扇了她一耳光 就这样小娜和她提出了分手 看到这里我更认为赵凯为了跟林艳离婚 她只是把小娜当成了利用的工具 廖莎得知她和赵凯分手的事情后 气得她差点想赶快生下孩子去打她 小娜感叹她就像是白忙活了一场 不仅把工作弄丢了还付出了皮肉代价 最后小娜决定离开这座城市 去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新生活 男人突然发现一向不出门的妻子 竟然打扮的花枝招展出现在五星级宾馆 出于好奇的她赶忙拨通妻子的电话 可意外的是她竟然关机了 无奈下董博宇只好求助好兄弟方程 并恳求她帮忙来酒店找一下小娜 方程不愿参与二人的感情生活 谁知有孕在身的廖莎很是八卦 说罢就来到酒店准备来个缉拿归案 可酒店前台说什么都不愿意透露小男的房间好 廖莎也不相信小男在偷偷约会 没办法的二人只好分头寻找 不料尿急的廖莎却在卫生间看到了她 廖莎反问她来这里干什么 小男只好把她带到一个会议室门口 表示自己是来听一个创业讲座的 廖莎直言 他如果不告诉董博宇 那么创业的启动资金从哪里来 小男声称这次他要靠自己的努力 现在自己已经把董博宇给他买的包全都卖了 只剩下最喜欢的一款没什么 父母在老家还有一套对外出租的房子 他准备把房子挂到中间卖出去 这样一来就凑够了50万的启动资金 说完这些之后 他便继续回去听讲座 并让廖莎帮他保守这个秘密 可廖莎转身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董博宇 谁知他知道后却是一副瞧不起人的嘴脸 廖莎为所有家庭主妇名不平 同时也羡慕小男能有这样的魄力 反观现在的他只能在家保胎生孩子 随后董博宇来到小男培训的地方 看到他为自己的梦想努力的样子 这时董博宇心里对他的偏见一下变成了感动 晚上小男说起了廖莎怀孕的事情 他问董博宇怀不上孩子会不会嫌弃自己 谁知董博宇又反问小男 说自己没工作了会不会嫌弃他 小男问他工作上是不是出了问题 但董博宇连忙否认说是话赶话聊到这了 失业也不怕了 你还是教不起我 其实董博宇还是有些担心他 毕竟小男从来没上过班更别说创业了 次日董博宇为了证明自己没问题 他进来到医院做起了全面检查 谁知这时刚好碰见方程带着料杀在产检 他赶忙把化验单藏起来 随后声称自己是来这里考察环境的 这边的小男带着汪校长来看场地 通过交谈二人一拍集合说干就干 接着小男给母亲打电话 询问房子有没有卖掉 没想到母亲却出而反而说房子不卖了 因为他一开始就不同意小男创业 万一不挣钱岂不是把全家人都赔进去 此时小男不管再怎么求情保证 母亲直接让他找董博宇要钱 随后赶忙挂断了电话 小男刚开始创业就遇见了资金问题 他在偌大的场地里忍不住大哭了起来 实在没办法的他只好找廖莎寻求帮助 并让他帮自己引荐一下师姐 廖莎确实和师姐的关系非常好 但是他认为越是好朋友越有界限 廖莎就这样委婉地拒绝了他 小男很理解他和师姐的关系 最后廖莎只能先过去探探口风 临走时廖莎问他为什么不获得董博宇的支持 此时小男什么也没说 因为他还是不想让董博宇小看自己 晚上小男准备退掉房子的押金 但房东始终不肯答应 这时董博宇回到家里 小男赶忙挂断电话为他做饭 不料换衣服时他还是发现了租房合同 看来小男这次是真的想开舞蹈办 次日他就把50万的银行卡交给了廖莎 你直接给他转账户就得了 他这秀什么都赖啊 他希望廖莎能以师姐的名秘 用这笔钱给小男投资 廖莎见董博宇变成了宠妻狂魔 于是就让师姐配合他演这场戏 谁知师姐还没看合同就把钱给了小男 廖莎担心师姐不走心会穿帮 可师姐却说这笔钱是他自己偷的 因为他很看好这个项目 但更看好小男本人 女人优美曼妙地舞姿身受孩子们的喜欢 更让门外的富豪一眼沦陷 至此他便让女儿抱了小男的舞蹈班 小男一直认为冯启明是个没钱的单身父亲 所以上私教课就没收他的费用 可冯启明为了能多欣赏一下小男的舞姿 隔三差五地就往舞蹈班跑 眼看到了吃饭的时间 他便用女儿打掩护邀请小男一起吃午饭 以便对女儿参加下月舞蹈大赛的付出表示感谢 小男面对圆圆的热情他只好答应了下来 可结果一出门却发现冯启明不仅有豪车还有专属司机 带他来吃饭的地方也是高档餐厅 吃完饭的圆圆更是神助攻 主动戴上耳机看动画片让他们尽情聊天 小男主动感谢冯启明能启发自己开舞蹈班 要不然自己现在还是一名家庭主妇 但冯启明也特别感谢他能如此照顾圆圆 二人谢来谢去只能以水带酒相互鼓励 此时冯启明冒昧地问他有没有男朋友 不料小男却露出了自己的婚戒 我都结婚了好几年了 爸爸你没戏了 你说什么呢 全部叫爸爸没戏 冯启明尴尬得不知如何收场 小男便主动问起了圆圆的母亲 冯启明解释圆圆三岁十二人就离婚了 前妻出国后至今没有任何联系 小男趁着冯启明去结账的时候 便主动问圆圆他爸爸是做什么生意的 爸爸不让我告诉 小婚男 回到舞蹈班小男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汪斌 汪斌听闻感叹他真的看走眼了 但这件事却把小男给坑惨了 他一直认为冯启明是一个特别不容易的单身父亲 所以全部司客都是免费的 可自从看到他的豪车和司机 总是真后悔啊 迎来事业低谷期的董博宇回到家里 本想发个信息问一下小男晚上是否回来吃饭 可结果却换来的不是忙就是带点 这种风水轮流转的感觉跟他之前忙工作 忽略小男的时候一模一样 这天董博宇为了拿下圆启的项目 他带着方程对此次竞标进行了演讲 圆启的彭总对方案很是满意 但可惜的是冯启明这几天出差了 要不然肯定能促成这次合作 董博宇和方程都以为这件事肯定能成 谁知这时领导打电话约他去参加饭局 董博宇过去后说自己谈了一个新项目 并且很快就会签约 可是领导却表现的没有那么高兴 因为上次矿业集团的尾款遥遥无期 导致公司已经亏损了500多万 而这件事主要负责人就是董博宇 领导直言他辞职后到哪都会发光发热 为了弥补董博宇八年对公司的贡献 并保证会按照裁员的方法弥补相应的补偿 谁知董博宇辞职的唯一要求 就是让公司不要亏待有技术的方程 方程表示这么忘恩负义的公司 他也不想待了 董博宇说现在廖莎怀着孕 他如果辞职了拿什么买卖粉 方程很生气 但董博宇倒显得无所谓 他让方程多注意现在的技术总监 自己走了肯定会有人给他穿小鞋 这时廖莎打电话问方程什么时候回家 方程只好说董博宇被刺心情不好 廖莎便没再催促他回家 反而让他多安慰一下董博宇 不料吃完饭后方程又陪着他去酒吧了 可恰好碰见了师妹夏子涵在这里过生日 董博宇便邀请他们一起喝酒 人家过生日咱就别探伙了 董博宇不顾方程的阻拦 说什么都要凑过去一起喝 因为他在公司八年一直在为别人喝酒 今天好不容易被辞职 他非要为自己喝醉一次 方程担心他喝多饭错误便替他挡起了酒 结果自己喝得特别尽兴 还在舞台上耍了一段街舞 董博宇以为方程没事便撇下他回家了 还好这时夏子涵看到了方程 于是便把他带到了自己的家里 夏子涵拿着洗好的衣服让他赶紧换上 并邀请他赶紧出来吃早饭 方程看着没电的手机心里十分忐忑 接着就问他昨晚睡在哪里 可夏子涵却说家里只有一张床 你说我能睡哪 我们睡在一张床上 然后方程又问他昨晚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可描述的事情 可夏子涵却说他不是不懂事的女孩 声称昨晚的事早已翻篇也不会再纠缠他 只是把他当作一段美好的回忆吧 听得一头雾水的方程 只能把这件事怪在了董博宇的头上 我一个人喝你三个你帮我当酒搞笑 董博宇让他不要纠结谁的谁错 他现在应该想想怎么应付廖莎才对 方程现在根本不敢想这件事 因为平常自己加班廖莎都会打电话问候 可是昨天他一夜未归 廖莎一个电话和短信都没有 他现在最担心廖莎会知道这件事 董博宇让他千万别吓唬自己 表示廖莎又没在他身上装定位 肯定不会知道夏子涵跟他睡一个床单 董博宇想听一下具体细节 但方程却说他昨晚什么都记不清了 董博宇听闻只能让他先给廖莎打个电话 说他昨晚喝多了在员工宿舍睡了一晚 廖莎听了他的谎言心里很是不安 其实昨晚夏子涵送方程回家的画面 刚好被廖莎的同学林燕看见了 因为夏子涵和林燕住在同一个小区 林燕主动帮忙把方程送到了他家里 临走时还不忘拍照留念记录这一刻 你是不是打错人了你 我打的就是你 廖莎直言林燕现在刚离婚 自己过得不幸福也就罢了 但没必要用一张照片来破坏他的家庭 林燕让他不要废话赶紧去楼上找方程 可廖莎说自己不是来找方程的 不管那张照片是不是真的 他相信方程不会干出格的事情 你要敢再往我老公身上泼脏水 我饶不了你 男人就没有一个这好东西 这边的董博宇为了不让廖莎引起怀疑 直接往方程身上泼了一杯酒 来掩盖他身上的女人味 方程见他做的挺有经验 于是喝了一瓶酒 朝衣服上吐了起来 你可以啊老司机啊 方程不相信他没有做过对不起小男的事 但这一点董博宇发誓他没干过 他让方程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要不然时间长了神仙也就不了他 廖莎看着这张照片还是有所怀疑 他始终相信方程会对自己说实话 不料方程还是用谎言欺骗了他 这时技术总监想把方程给开了 于是就让他去80公里以外的公司上班 而且还要常住在那里负责技术更新 方程表示他老婆有孕在身 让他体谅一下自己的难处 谁知总监却让他不要推迟 方程想起董博宇说技术总监是个气软怕硬的主 于是一拍桌子准备和他硬干一场 但想想廖莎和没出生的孩子 他只好答应了下来 廖莎觉得方程越是忍别人就越欺负他 因为自己以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方程表示他也想过辞职 可为了廖莎和孩子他必须忍气吞声 廖莎一听瞬间就心软了 声称只要能顺利生下孩子 两个人的感情好就够了 方程听到廖莎这种态度很是自责 生怕廖莎发现他和夏子涵的事情 不料廖莎故意询问他昨晚和谁喝酒 方程磕磕巴巴说就他跟董国瑜二人 廖莎知道他在说谎 但就是没揭穿他 女老师身穿粉色路肩高定礼服 直接让富豪家长看得挪不开眼 小男的身材配上裙子的尺寸 犹如给他量身定做的一样 圆圆让冯启明把裙子买下来送给小男 谁知小男直言这条裙子价值几十万 说什么都要脱下来赶紧走人 不料在设计师的劝说下 他只是象征性地拍了几张照片 原来圆圆在小男的培养下 代表学校参加了是少儿舞蹈选拔大赛 圆圆第一次登台表演难免有些紧张 在小男的鼓舞下圆圆深呼一口气 顺利地完成了比赛 同时也给了冯启明一个惊喜 冯启明听到这个好消息后 很显然又要请小男一起吃饭庆祝 小男不好拒绝只好答应了下来 冯启明现在已经被公司开除 但他的方案获得了冯启明的欣赏 更何况董博宇给的方案报价底 我现在连个工作单位都没有 没关系还是让你继续来做 最后董博宇答应接手这个项目 冯启明由于要去和小男一起吃饭 他让公司的彭总跟他做具体对接 谁知冯启明为了拉近和小男的距离 他故意让小男陪他去选一套决赛舞蹈服 在圆圆的邀请下他只好答应了下来 随后冯启明又装作自己的司机请假了 小男没办法只好让他们坐自己的车 这边的董博宇想拉着方程一起创业 可方程却不愿意说他没有稳定的收入 这把算法求你 更所谓亲兄弟名算账 只要涉及利益的事情很容易崩 方程表示他可以当技术顾问 等项目做成后可以让他包一个大红包 无奈之下董博宇只好答应了 回家时董博宇打电话给小男表达了爱意 坐在车里的冯启明现在还不知道 小男的老公竟是自己的合作伙伴 趁着设计师给圆圆设计舞蹈大赛衣服时 小男看见一套礼服很是好看 谁知冯启明直接让设计师拿来给他试穿 小男知道这件礼服价值不菲 说什么都不愿意试穿 好在圆圆的劝说下这才换上了礼服 不料等小男出来后冯启明直接看傻了眼 圆圆更是要求爸爸买下送给他 但最后还是被小男给拒绝了 不久后圆圆正式参加了决赛 他那闪闪发光的舞蹈服和优美的动作 获得了是少儿舞蹈大赛儿童独舞金奖 冯启明更是高兴地抓耳挠腮 但思想告诉他现在只能请他吃饭 小男没想到圆圆表现得这么好 冯启明倒是一直对着他拍马屁 随后又表示一个星期后是女儿的生日 他打算给圆圆办一个庆功宴 并希望小男能够过来一起参加 不料小男直接拒绝了他的邀请 冯启明知道圆圆的面子比他的大 于是只好让他恳求小男来参加 小男只好表示他要回去考虑一下 汪斌得知这件事后觉得这是一次好机会 况且圆圆得了金奖就是活招牌 以后舞蹈班招生肯定不愁眉声援 小男说他现在一见冯启明就范畜 之前得圆圆上私教课时没办法 但现在却感觉他的目的不纯 汪斌表示他已经结婚了 只要守住女人的底线就行 更何况小男现在是老板 上有投资人下有员工必须要负起责任来 这天董博宇带着方程来参加圆企的项目会议 冯启明对这次方案十分满意 会议结束后还邀请他参加圆圆的生日宴 晚上小男让董博宇跟他一起去 谁知董博宇也答应一个客户过生日 还表示客户是他人生中的贵人 既然答应了也没办法推迟 这天小男带着礼物来参加生日会 谁知冯启明却拿了一件礼服让他赶紧换上 因为他是小男的舞蹈老师 宴会开始时他还得和圆圆上台说两句 小男还没拒绝冯启明就去招呼其他朋友 实在没办法的他只好赶鸭子上架去了化妆间 生日会开始冯启明上台表达感谢 谁知等圆圆和小男上台的时候 台下的董博宇看到后瞬间觉得自己被绿了 还没等小男在台上发言 董博宇不顾众人的眼光直接冲上台将他拉了下来 随后质问他和冯启明什么关系 你跟他幸福了怎么回事 我跟他工作 我跟他也是工作 那人家闺女为什么管你家妈呀 他是说我像他妈 此时董博宇被说得无言以对 他只能把目光转移到小男身上的衣服 表示这件裙子价值不菲 如果二人关系不够暧昧 冯启明根本不会送他 小男直言自己帮他女儿拿了舞蹈金奖 冯启明才送了一件衣服表达感谢 我看他就是喜欢你 他喜欢我是我的错吗 不行 你让他喜欢你也不行 小男健壮只能说他要不是跟副总没来眼去 副总也不可能把那么好的项目给他 而且副总喝醉那天他半夜才回家 要不是心里有鬼各位看官都不行 我跟副总不是清白的 我跟他也是清白的 一旁的方程只能说他俩都是清白的 不是他在一旁劝说二人还真能动手打一架 小男被气得够呛 一个转身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了 方程觉得董伯宇的反应有点过激 就算是冯启明对小男不怀好意 他相信小男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董伯宇直言自己比不上冯启明 但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他有女儿 因为之前他去私立医院做过检查 谁知医生却告诉他生育能力欠佳 相比冯启明以前是中学体育老师 半路创业有成身体素质上加 所以才担心自己输在这方面 方程听闻只好给他比喻了一番 董伯宇承认了他原地打圈的事实 这边的小男和汪斌吐槽了这件事 汪斌问他是否对冯启明动了心 可小男却斩钉截铁的说没有 他认为冯启明就是董伯宇的升级版 自己好不容易摆脱了家庭主妇的头衔 假如嫁给冯启明就等于回到了原点 自己的所有努力也都白费了 董伯宇以前觉得小男找傅总是瞎胡闹 没想到事情轮到自己的头上 他比小男做的还要过分 同时小男也觉得董伯宇的工作不容易 那个时候董伯宇为了工作和副总走得很亲密 因为这件事二人还大闹了一场 但现在这种事轮到他的头上 自己好像处理的并不比他高明 通过这件事二人都理解了对方的难处 小男回到家里主动给董伯宇打电话 谁知小男没有生气却让他带点吃的回家 董伯宇回到家后却看见他睡着了 本想将他抱回卧室结果扭到了腰 这次董伯宇主动向他做了深刻检讨 不料小男直接来了个兵事前嫌的画面 次日董伯宇主动向冯企明提出取消合作 但冯企明却不在意他昨天的行为 毕竟生气跟生意是两码事 合作还是可以继续进行 可董伯宇说昨天他并不后悔 更不在乎他是否生气 如果再选择一次他还会这么干 董伯宇说这次的工作就不专业了 只是因为他不想和喜欢自己老婆的人合作 看到这里董伯宇终于霸气了一回 但我们的方程现在却遇到了大麻烦 原来他那晚喝醉之后在女同事家过了一夜 谁知廖沙的同学林彦刚好看见这一幕 他还拍下照片发给了廖沙 起初廖沙始终相信方程不会犯错 但方程却打电话编了一个谎言欺骗了他 方程心里有鬼当晚就做起了噩梦 醒来后连忙对熟睡的廖沙说对不起 然而那时廖沙背对着他根本没睡着 次日他就来到医院准备打胎 可医生说孩子已经16周只能做银产 并且手术过后对身体伤害非常大 廖沙没想那么多让医生给他出了单子 当他看着别人家的孩子 这一刻廖沙始终还是不忍心 看着方程和夏子涵的照片 于是他直接来到了他的家里 夏子涵得知这件事给他们夫妻带来了麻烦 他便解释说那天就是一个玩笑人 当时是方程自己脱的衣服 一言不合就钻进了他的被窝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夏子涵还给他做了早餐 没想到方程一句感谢都没有 夏子涵对他说的话特别失望 为了解气才捉弄了方程一下 廖沙得知结果后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他还是责怪方程没有把实情告诉自己 方程道歉的同时保证不会再次发生 不过廖沙却让他离董博宇远点 因为他除了工作上靠谱 其他地方全都是坑人的样 妻子在产房生孩子 不料丈夫却疼得啊啊指教 结果下一秒就被医生赶了出来 还说他这样叫会影响产妇情绪 方程感叹女人生孩子真是不容易 他发誓一定要好好孝敬母亲 谁知这时的父亲却不乐意了 表示方程只要照顾好他老婆就行 很快廖沙生下了一个六斤六两的男孩 方程看着自己的儿子说老婆太辛苦了 要不方程是跟你亲廖吧 廖沙看着方程微微一笑 此时母亲倒是没有生气 可父亲当场露出了惊讶的眼神 廖沙给孩子取名叫方程氏 还好高兴的父母没有吃反对意见 这天董博宇和小南来医院看廖沙 并拿出一个大红包要认干儿子 见好就收的廖沙当场收了下来 小南问他当母亲的感觉怎么样 廖沙说他没有特别的感觉 反倒方程兴奋地跟打了鸡血一样 廖沙直言生儿子要买房娶媳妇 想想以后的生活就是压力山大 董博宇说他过分谦虚就是骄傲 当方程问他最近在哪工作时 董博宇表示他现在在给小南打工 憋不住的他还把小南怀孕的是说了出来 廖沙得知后卫他们很是高兴 长达三十天的月子让廖沙很是无聊 他一刻都不想等说要去工作赚钱 但方程却让他再等二十三天 不料这天公司的同事带着礼物前来看他 而且对他的态度可是低头哈腰 廖沙知道他们一来准没好事 他敢忙装作很虚弱的样子 同事看他这般模样没敢打扰就走了 接着廖沙给公司的徒弟打电话询问情况 谁知一问才明白公司拿了一块地皮 刚好那块地皮是他之前做活动的地方 因为老社区的老人都信任廖沙 所以拆迁补偿的事情非要廖沙出面谈 房总见二人没法请他出山 他随后又派出其他经理前去拜访 这次方程按照廖沙的指示 先是把礼物收下但本人却不让他捡 房总见所有人都供不下廖沙 没办法的他只好亲自前来拜访 房总希望廖沙出月子以后 能够帮他解决老社区拆迁问题 如果这件事办成了营销总监就是他的 此时的廖沙却不屑听他这样的大笔 最后房总还给他塞了一个大红包 并希望廖沙能够尽快答复他 等房总走后他拆开红包高兴不已 廖沙告诉方程以前他并不看好这份工作 而只是觉得让叔叔阿姨开心就好 但他今天终于体会到努力是有回报 方程高兴之下说自己辞职了 廖沙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变脸 谁知方程表示他要自己开公司创业 并拿出以前打算买房的平面图 发誓为了这个家一定努力改变 廖沙听到这样的话很是感动 出了月子之后 廖沙为公司解决了拆迁问题 顺利成章地当上了营销总监 经历了那么多他终于明白一个道理 把每一件小事做好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 哪怕暂时看不到成效 但所有努力一定不会白费 只争招心不负少法